東 橋 光 今天我們跟我們的外國朋友來到台場 要去看 Team Labo 舉辦的一個燈光秀 走吧 今天真的是時尚啊 陣容最龐大的一次 大家一定想說我們在住日本嘛 然後會有很多日本朋友 我跟你講 今天的外國朋友一個日本人都沒有 欸 維恩 你怎麼變那麼帥啊 哇 超帥的耶 欸 跟你搭檔我真是太開心了 可以把委員換掉嗎 可以可以可以 後面就是 Team Lab 的展場啦 我們進去看看 入場的票是一個 QR Code 想要體驗什麼 就是這個迷幻的空間 其實我們事前也沒有做功課 然後我們只是知道說 這個 Team Lab 是一個好像蠻迷幻 然後充滿互動性的地方 然後 SO FAR 我覺得 真的蠻酷的 我們再去看一下還有什麼好玩的 這邊有一種水墨畫的感覺 嗯 我現在進到新的展區了 你做小山耶 充滿花的小山 這個文字暗了會變形 跟你的心一樣黑啊對不對 好 再來喔 再來 再打一個這個 贏啊 贏啊 贏後衝 來到一個看起來很像 就是藝術表演的地方 然後這裡面有打一些 就是類似煙霧的東西 然後有光 跟在照射 跟在照射 OMG 這個東西還叫地形的記憶 這個東西還叫地形的記憶 總來到臥無長龍森林的感覺 對啊 穿過剛剛那個臥無長龍的樹林 對 我們現在走到那個蓮花池 是不是 好像走在花海裡面有聞 對啊 那是 我來過最迷幻的地方 真的 又要變囉 這是瀑布了吧這裡 進來就覺得頭好暈喔 我們現在進來這裡有什麼地方 是一個擁有很多迷幻的吊燈的房間 這次是怎樣的主題啊 Wing 這裡叫做運動之聲 然後應該是你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互動的活動 史上最迷幻的彈簧床 腳在 河上面跳過草 這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感覺像氣球一樣的地方 然後這個啊 地板超像那個摔角擂台的 哇 喂 這小孩子會發飆嘛 這個 小孩子應該會瘋掉 超開心的 小孩應該整個暴走 對啊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畫畫 然後畫在這個上面 他等一下會去掃描 然後掃描之後就會出現在牆上 長了一點鬍子 這條東橋之其餘 那柏璇現在畫得怎麼樣 嗯 還好啊 今天比較沒靈感啊 你有靈感過嗎 有 他都看起來很強 我們的東橋魚 東橋魚在游泳了 這是我第一次玩到這麼有趣的互動 美術老師 剛剛一句話都沒講 他本來說這個作品開始失敗了 他說非常的簡單 哇這好醜喔 東京溝溝路的魚就這樣出現囉 耶 看完了 我們現在在等我們的朋友們 他們還在裡面吃米 對啊 花個兩千四百塊一隻 必須可以想做這麼這麼棒的展覽 只是 值得啦 值得啦 最迷幻的展覽 我們現在看完了要去找飯吃了 現在在顧寶寶 然後每個人都在走來走去 因為沒有辦法決定要吃什麼 這邊大概就在五家店吧 目前看來這家店的人氣好像比較高 耶 我們有三個 三個團員 試圖在點這家店的料理 我們這群人已經餓爆了 餓死啊 今天是校外教學吧 我覺得 對啊 好可愛 所以我們最後選了一個很長的 可以坐下八個人的位置 沒錯 今天的晚餐啦 雞的唐陽柚子 胡椒洞 來 梅莊布洞克 梅莊布洞克 梅莊布洞克送你三點 謝謝 這個長相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來 我們來吃一口 哇哇哇哇 沒看過大叔吃肉耶 哇哇哇哇哇 就美食界等級啊 今天跟一群好朋友來這邊看個展 吃個飯 真的是 很放鬆啦 難得的放鬆 講這麼多話字幕那麼多 哪有放鬆啊 那就回家睡覺啦 那就回家睡覺 再見囉 拜拜